我们看到老黄 加速度的老黄 是在什么时候呢 退休 因为没退休的时候 他有工作 每天忙着工作上下班 很幸福 他忘记了 没想到他老 他一退休了 没工作干了 他想到老了 你看 老这个念头起来了 天天想老 年年没见面 好像老了二十年 我有好多朋友 同学 退休之后 年年我们在一起聚会 看到他突然 真的想老老十年 这是什么原因 他们有事情干 天天想到老了 老了在想什么 老了就想病 想身体 他想病 病就来了 所以天天就是要进医院 要去看大夫 那老人就变成这种工作 我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问我 好像你年年都是这个样子 我说我没想到老了 我每天还在工作 一天读书四个小时 跟大家分享四个小时 我八个小时工作 不知道自己老 没感觉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 忧能使人老 这很有道理 他有忧虑 人老化得很快 所以念佛的人不会老 修禅定的人不会老 他们又想到老 学密的人也不容易老 这一些道理 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实了